NCC專門委員喬建忠 到玉山國家公園登山 不小心弄翻了炉火 引發嚴重的森林大火 森林護管員經過了八天的努力 成功開闢一條 長達一千六百公尺的防火線 總算是阻擋了火勢擴大燃燒 而這八天的時間 山林縫毀了七十一公頃 有三名監察委員表示關切 已經申請自動調查 火蛇逼近身處火場邊緣的森林護管員 拿著砍刀 全力清除地表腐植層 直到建土 與時間賽跑 就是要盡快開出防火線 避免擴燃 二四號上午森林護管員 完成關鍵遺憶 來自花蓮南投屏東與嘉義的他們 成功砍出超過一千六百公尺的防火線 熊熊烈焰總算被控制在眼前的防線 歡呼聲此起彼落 在海拔三千兩百公尺的高山救火 對體能考驗極大 空氣稀薄 夜晚不到十度的低溫 白天還要攀爬陡坡 曝曬在強烈的紫外線下 拼了命的森林護管員讓煙燒八天的大火設下停損 二四號剩兩處火點帶撲滅 但仍有難度 而三號午後一場即時雨 讓護管員歡心鼓鼓 眼前的火勢控制 後續的責任也要追究 造成玉山臨班地七十一公頃焚毀 踢倒爐火 釀貨的NCC專門委員喬建中 監察委員已申請自動調查 認為此事引發大眾關注 嚴重影響政府形象 記者我們郭峻林 臺北報導 報告